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看来这事啊 首先他自己很有感受 就我们这边倒 就是北京人吧 谁没感受 限房子嘛 限购令 你知道现在中国多个城市都发布了这个限购令 先是国八条 到北京就要个京十五条出来了 京十五条里边比较引人瞩目的就是外地对外地人把门槛设起来了 就是外地人你要没有北京户口 你以后要在北京买房 对不起 提供五年连税 连续纳税证明 或者说是社保证明 他们说就竖起一道巨大的这个鸿沟啊 感觉像避风他们这些恐怕都还没有北京户口吧 哎 你听人家说 我们这边倒就开始给我阐述了 说这个从政策讲起真是引起巨大风波 居然在网上演变成了北京人和外地人的骂战 呃 他让我可以先念一点微博上的段子 然后展开讨论 说我个人最关心的是 这个政策是不是真的能把房价降下来 因为事实是作为一个有北京户口 又有五年缴税记录的我 我还是买不起房子 而且这个新政给我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租房子更贵了 嗯 你知道吗 现在在北京租房子 也也因为因为你你一限购外地人怎么着 他租的租盘又上去了 哎 因为楼价高 买卖价钱高 租金一定高的嘛 对 这个坦白讲跟限不限购无关呢 你租买卖价高 租金一定高的了 这是挂钩起来的事情 然后你看好 我阅读一下这些微博 微博上基本上都是教人假结婚的 就是现在说现在有一个北京户口 你可发了大财了 那家伙就是跟一个人结婚收两万 对吧 这个签合约嘛 私下里双方可以签一个君子协议啊 来了之后限定啊绝对不上床 对吧 就不会欺负你 给我两万到时候买了房子离婚 离婚房子归你啊 上床给一万就够了 上床就不给钱了 搞到 你看本来是开玩笑 搞到人家海淀区法院都这个很善意的警告大家 不要企图以身是法 这么干 结果往往是赔了夫人又舍兵 我不晓得我作为香港人 我不晓得闻到的感觉 我倒是蛮希望香港向北京看齐的 因为香港这几年的楼价 已经变成全世界排名三名之内了 对 那个楼价的我们承担能力是最低的 换言之楼价最贵的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理由 坦白讲就是非香港人 这样买香港房子 我最近三个月大概去了三趟北京 每一次去坐下来同桌吃饭的北京的朋友 全是聊房市 不仅聊房市 每个人在香港都至少有一套房子 你又认识些什么人 他认识人非富则贵 对不起文道 我觉得最恐怖是这样 假如我的朋友们像你的朋友非富则贵 那倒是非常能够理解 问题我的朋友几年前都比我穷的 坦白讲都是中彩 都是写作的 我举例好了 有一位在北京见到 可是他是上海去的 不能讲人家名字 上海的财子写作的 他说我儿子在香港大学读书 我就干脆买了一套房子给他 每一个跟我讲这种话的人都是中产的 我们眼中的中产 他的职业背景 这是白领 一个企业公司的中层管理人 一个作家 一个出版社的可能资深的编辑 他都去香港买房子 我上回我忘记 我有没有在这里谈过说 我的个人恐怖的经验就是这样 我在家坐电梯从15楼下来 下到8楼电梯门打开 进来一加三口 是讲的福建的话的 福建话 然后电梯门关起来 再下去三楼门又打开 进来一加四口 是讲的三七普通话的 我知道我糟糕了 我住的是香港中产的社区 这些人不是来炒卖房子的 是来住的 买来住的就移居的 或者说给他买来给他妹妹哥哥什么的 我就知道香港楼价是掉不下来的 因为他们不会说只是炒卖 炒卖还好 买完了 那就卖掉就走了 价格有高有低 他们是来住的 所以坦白讲这半年在香港也是有人在讨论 要不要限定 你的意思是香港的房价也是外地人 很多一部分都来买房 对 香港最近爆出 不是本地人李嘉诚弄的吗 不是 就是最近几个卖的就是面价 就单位面价最高的最贵的那几个 都是大陆来的富豪 豪客 不过这个问题是这么想 就是说你到底可不可以限制 这些所谓的外地人 这个外地人是什么观点 比如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 其实都有这种限制 但那个限制是针对的真的是外国人 你比如说像澳洲 比如像新西兰 他要保持本地的这个楼市的平稳 因为他楼市不平稳 他会影响别的所有行业 对不对 你房地产一升 所有行业成本上账 然后也影响大家的生活安定 所以他限制外国人来炒楼 这很正常 但是现在问题在哪呢 香港跟北京 我们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 尤其是北京 你香港还叫做有个一国两制 你北京不一样 你北京能不能够限制 北京城外的人进来买呢 这就牵涉到一个国民待遇的问题 你怎么看待国民跟市民的身份 在这点上 哪一个比较重要 当土地不能作为一个纯粹的商品的话 一个土地它不是孤立的存在的 坦白讲 土地变成有价格 是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 还有周遭环境的努力 整个政府的发展等等 这些钱从哪里来呢 钱就是从纳税人 住在那边 一级以来来经营出来的 所以就牵涉到回到文道所说的 国民身份的问题 现在其实这个情况是说 土地假如也是国民的一种权利的话 现在是说北京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能不能这样来看待土地 除非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 北京是个城邦国家 OK 除非我们回到希腊的年代 OK 雅典的年代 OK 是城邦国家 是相对独立的 对 虽然北京我们也都觉得它够牛了 现在 现在的问题是 就是得务实 得解决现实问题 它现实问题 很显然 楼太高了 他就觉得就高的 就是说你这个从中央到地方 这个有共识 这个玩意儿就说房价不能再高了 因为 但是方法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你比如说像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刚刚嘉辉提到 在香港现在也说住一个大楼 你听每一城都听到人说不同的方言 但你相比起来 你比如说像纽约跟伦敦这种城市 你是在一座大楼内 听到不同国家的语言的 你比如说像穆巴拉克那个儿子 是不是他们在伦敦的舰队街 不是有个很豪宅吗 对不对 这不是外国人去买房子吗 其实这些地方是不止不限制 国内其他城市的人来买房子 甚至不限制外国人买房子 好 那问题来了 它楼价必然很高 这两个都是楼价很高的城市 但它到底有一些本地人 它负担不起 那怎么办呢 那么就需要有别的计划 什么计划呢 比如说像美国当然是做的有好有不好 有些地方 有的做的不好 有的做的好 但他们会做一些像国民住宅新的东西 有点像我们中国讲的经济试用房 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中国是应该大力去做的 但是一直做的不好 一直做的不够 如果北京能够挪出更大的土地跟财力 去做经济试用房就已经是个很好的方法 对对 就像我们这个北京编导说的一样 就他北京户口 可是他实际上他还是买不起房 所以说照我觉得其实他们正 我觉得照我看见的情况 商品房的情况 没有什么北京人和外地人 这世界上只有有钱人和穷人 没错 是吧 那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天听他们几个北京作家聊 说是这个北京人 到底有没有北京人 什么就是真正的原住民 那在周口店呢 对吧 现在的北京人说这是什么人呢 即便是真说是那种建国后吧 土生土长的那些个人 实际上那些人呢 他们说呀 比如说现在在北京的胡同里 或者在这个北京的南 南城分布的比较多 实际上在北京现在这些 所谓比较发达的这个地方 有谁是北京人呢 对啊 都是当年这全国各地来的这个 特别是49年后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碰到 有一些北京贵族啊 就有些我们朋友之中 也不少这种人嘛 就是北京人也自认为是正宗北京人 而且大家也觉得 他是北京的爷们 很精英怎么样 但这些你去看他的背景 他就是父辈 或者他那一辈49年后到了 就是一代 那你真正的老北京人 就是你起码经历像北平年代的时候 就住在这的 甚至是清朝就住在这 那种人其实不多 上海不是更厉害吗 因为上海我只认识一个是五代上海人 就是陆浩 一个上海有名的作家嘛 他这个五代上海人 还是他那个地方还是城隍庙 是是是 对你除非是这样叫上海人 那这种大城市包括像香港 基本上你很难判断 因为城市那么大 大家人出出境境来来往往的 你根本毫无必要在这里去争论 什么叫做正宗 什么叫做真正的北京人 真正上海 真正香港人很没问题 一争论起来很多问题出现 在香港根据统计 在香港到目前为止 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口 不在香港出生的 所以还是外来的 假如你说什么 你说正宗的香港人 那就麻烦 那就变成很多不必要的问题 就扯出来 那你们都是香港人 我还我问问你们的这个感受 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是 别看我是大陆人 我有点这个这个 重阳媚乡的 我觉得香港很多地方都很好 连香港的房价 我都觉得高的 是不是有道理 高的值的 我不敢说他没道理 你知道吗 但是就说贵的真是我买不起 就是完全我很喜欢香港 我没有办法在这生活 就是说 可是我又觉得他这么贵 你像那天我一个朋友讲 说你别看香港一尺 一平方英尺 比那大陆一平方米 要贵十倍 还是多少倍 他说可是你看 你真有钱 你还是就像很多外地人 愿意在香港买一套房子 为什么 不光买的是房子里头 他就说你买这个房子 其实也是买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我觉得香港真是个效率之多 这个城市一切为你提供的这么有效率的服务 这么职业化的专业的敬业的服务 当然香港人你们自己骂自己 但看在我的眼里 这个城市很好 说实在话 你比如说你在北京 某些地方 你买了房子 真的你就只有自闭 你就在屋里待着挺好 装修好了挺舒服 你一出去 比如说你堵车 对吧 这个一天出门只能办一件事 然后买东西给人家骗 然后乱七八糟 很多地方的环境 对吧 那么相比之下 香港人规规矩矩 对不对 这很多时候 你真是觉得生活在香港 至少在这除了没有朋友之外 至少在这些方面 所以文涛你不仅是说 在香港买房子 你等于是说移民香港 因为很多我刚说的 那些中产的朋友是说 还是住在北京 还是住在湘海 可是在香港买了一套房子 有时候是小孩去住一下 有时候老婆 可能有时候情人 大家去住一下 可是所以说他就不是说 来贪图香港的方便这么简单 可能顺着你的逻辑 可能是他们想着说 香港是个品牌 他们买这个城市的品牌 因为坦白讲 他有经济能力 他可以在香港买一套房子 可以在伦敦买房子 可以在纽约买房子 他选择了香港这个城市品牌 有它的方便性 毕竟 我隐隐约约的有一个感觉 就是你们作为本地香港人 你们觉得这个房价 高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存在一个东西叫公道 就是或者说应该是这样 所以这就回到你刚才讲的问题 说为什么大家喜欢来香港住 这里面其实考验的 我觉得大家决定自己要买房子 投资或者你有能力 比如说在全球各地 你都觉得你都可以住得下来的话 这时候你要很认真地想清楚 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 你别看着大家都跑去香港炒楼 北京炒楼你也跟着去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像在我住的那个地方 我家附近现在盖了一些新楼盘 他们也说是新豪宅 咱公司有些同事去那买了 我还耻笑他们的 为什么他们买那个单位 所谓的豪宅 其实很可怜那个面积 但是那个价钱足以在英国 我一次看到英国的比较乡下点的地方 绿草如荫都是绵羊 你知道英国那种环境 比如说古堡装修好了 有地热 然后附近什么都没有 要开个小车出去五分钟 有个小市镇 喝喝啤酒 那个古堡三层楼 然后上面那个阳台 搭了一个太阳能的反应的玻璃 然后里面这个古堡里面 大概有20多个房间 它的价钱和港币 大概是1000万左右 那就在香港买一个几百平方英尺的 最问题就在这 就是说你觉得你值不值 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假如你想要的生活 是香港这种所谓的豪宅 很窄 但是问题是他一坐电梯下楼 就100多家商店在这 然后充满了你刚才说的效率 对方便 你如果喜欢这样的城市生活 那也许你觉得值 但是假如比如说 你是在北京窝在家里头 你出门也不想出 在这过了一种半退休式的生活 坦白讲我觉得还不如去投资 就是像我刚才讲那种古堡 那古堡我们要去看一下 靠插一下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家伙有个疑问 因为我们刚说为什么来香港 买房子跟住 其实我相反方向的疑问是有的 为什么要去北京住 北京会不会是我的选择 我怎么会有这个疑问呢 因为每次去北京吃完饭 有时候去朋友家看看 他们也住在北京的豪宅 我觉得也蛮可怜的 虽然地方是大 相对比例上面比香港便宜 可是说完全没有那个配套 从我朋友住在北京一个豪宅区 他告诉我这个卸区有多贵都贵 然后我问他有敲击市场吗 没有 只在路口有一家小店 卖几个方便面什么 有学校吗 什么都没有 在香港不管是公共房屋 还是说就算私人的中产屋村 都有计算过的 是说多少人口 又有多少个中学小学 游乐场商场 买东西的地方完全有配套 在北京是没有的 你给我去北京买了一个豪宅 不管是中产的还是超级豪宅 我住在那里怎么办 我去哪里出门塞车 空气那么差 空气我们那个人工改造的很好了 现在不是老来北京 你看不出来北京的好处吗 我看得出人民币的好处 我看不到北京的好处 说你说这种豪宅 就豪华的监狱 这在城市建筑设计上 他们也有公论 就是说你像纽约很多大城市 它不应该是这么多的围墙 但是现在我们很多所谓豪宅 外面围墙也堵住了道路 街道不能相通 其实我觉得北京的问题在哪 就我觉得如果在北京买房子 你不能买豪宅 你该买普通点的房子 为什么大家真的喜欢来北京的理由 是这个城市还是有某种气氛 比如说首先大家都知道 全中国好像什么人都来北京了 尤其比如说干我们这行的 说文化圈什么 你反正大家都能在这聚 然后这就会有很多机会 然后有很多交流 有很多新想法 有一点有还是有一点气氛 对我跟你说就是人气 北京现在是人气最旺 没错 但是如果你的秉性是不爱闻人味 不爱闻人气 那就没意思了 不一定非要在这 问题就在这 假如你是为了这个人气 你在北京何必买一个豪宅呢 因为你刚刚加回讲那个对 比如说我看过北京有些 也有些朋友 他们是很西化的那种海归 回来北京买个很好的一个豪宅 那厨具用的是意大利的品牌 然后各种各样的设备 用来做意大利面什么设备都有 好 问题来了 这些硬体都有了之后 材料怎么办 比如说他们喜欢做菜 还特别洋化你知道吧 买点什么西洋的东西 自己做点西菜 但问题是所有需要做好西菜的 那些食材 那些的调味品 你北京都很难找得到 你找得到可是是假的 那个不容易讲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全银行 谢谢您 节目 participating